想吃面包了,自己在家做,不用出去买。 不用烤箱,不用面包机,做出来的面包一样的渲软香甜,还能拉丝。 祖传的大碗中,打入4个不要钱的公鸡蛋,取出一个蛋黄备用,加入3克酵母粉,40克白糖,搅拌均匀,再加300克普通面粉,搅成絮状,倒入20克食用油,下手揉成面团,放到面板上,上下推拉揉搓20分钟左右,揉出一层薄薄的筋膜。 有了它,你的面包就成功一半了。 整理成圆形,放入大碗中,密封醒发至两倍大,这是醒发好的面,揉面排气,直接分成等份的小剂子,搓圆,模具底部和边缘刷油防粘,依次摆入小面剂,盖上保鲜膜,二次醒发至两倍大,醒发好后,在上面刷一层蛋黄液,再次盖上保鲜膜,放入蒸锅,水开即时蒸40分钟,关火再焖5分钟。 出锅后再刷一层蜂蜜,撒一层椰蓉,蜂蜜椰蓉大面包就做好了。 喜欢的朋友先收藏后关注,不然等你想吃的时候就找不到我了。 感谢您的支持,我们明天再见。